最新照片曝光003航母电子弹射器安装现场 有何亮点可勋 为何中美在电子弹射器的选择上产生分歧 中国又是在技术上如何实现弯道超车的 根据社交媒体的消息 近日有网友上传了有关江南造船厂 正在打造003线航母的新照 照片中的003航母 与两个月前曝光的场景变化不大 航母的舰导已经安装 但洞里舱依旧未封舱 右边的两台升降机也没有安装 不过现场照片还是曝光了一些新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003航母第一道电子弹射器已经开始安装 根据照片显示来看 安装的第一条电子弹射器位于甲板箭手左侧 此外箭手右侧与侧边跑道 都各有一条电子弹射器尚未安装 照片上的时间被诸为2021年8月29号 不过这个时间可能是指上船日期 不一定是当天拍摄的日期 但至少可以肯定照片是在最近拍摄的 新照片的意义在于 这是中国首条电子弹射器的安装现场 可以说中国就此跨入电子弹射航母时代 只不过对于了解中国航母的人来说 这张照片呈现出的画面也基本不会让人意外 因为此前人们基本就断定 003航母就是一艘电子弹射航母 其实在四五年前 关于003航母主流观点还是认为 这艘航母即便要上弹射器 也得是征绩弹射 2017年中国内地著名军事专家张兆忠 在电视节目中表示 电磁弹射是最近新奇的技术 而中国的确也确有所突破 但由于电磁弹射技术太新了 还并不成熟 因为中国的第三艘航母 至少十年前就开始设计 那时候中国还不具备 安装电磁弹射器的能力 不可能说有了电磁弹射 就把过去的设计全部推倒重来 因此张兆忠表示 中国第三艘与第四艘航母 不可能采用电磁弹射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 中国军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 永当海军是非电机人的报道 其中就描述了中国舰载机飞行员 在陆地测试弹射器的场景 其中一句 它以堪称完美的仪式 有效验证了装置与试验机的良好适配性 宣告了我国航母建设领域 取得了世界领先的重大突破 引起巨大争议 要知道 蒸汽弹射器是英国科林与切尔中校 在1951年提出的 并且当年就在 墨仙座号航空母舰上安装 而美国在1960年 也将蒸汽弹射器安装在 企业号航母上 如果说中国只是测试 蒸汽弹射器的话 起码落后西方60多年 能称得上取得了 世界领先的重大突破吗 但如果是电磁弹射器 就不一样了 因为就连美国 让电磁弹射器上航母 也没几年 另外还有微星图曝光 中国海军航母舰载机训练基地中 除了有陆地蒸汽弹射实验通道 还有一条陆地电磁弹射实验通道 这进一步证实 中国正在推进电磁弹射实验 不过就像张赵中所言 那时候003航母早就已经设计好了 按理来说 即使中国有电磁弹射技术 使用蒸汽弹射也更加合理 为何现在普遍认为003航母用的就是电磁弹射器呢 此前 中国工程院马伟明院士 到上海大学进行讲座 在讲座上 他亲口承认 在对比蒸汽弹射与电磁弹射之后 他亲自拍板 要求推迟003航母的建策工作 目的就是改进设计方案 使得003航母能用得上电磁弹射器 作为有着中国电磁弹射器之父称号的马伟明 他在中国海军专业领域威望极高 他的这一番话 基本上也就证实了 003航母确实用的是电磁弹射器 马伟明认为 电磁弹射的各项指标都要高于蒸汽弹射 包括可靠性、效率和成本 中国的新航母应该有赶去实现跃脊跳的魄力 如今 003航母第一条电磁弹射器的安装 也归功于马伟明院士的决定 否则中国的首条电磁弹射器起码还得推迟5年 有意思的是 美国是最先开展电磁弹射器研究的国家 上世纪40年代便开展了相关研究 比蒸汽弹射还早 但是2013年下水的福特号航母 美军才首次将电磁弹射器运用于现役装备中 按理来说 有着70多年的技术积累 美国在电磁弹射器领域应该没有对手才对 不过在对待电磁弹射器上航母这件事上 中美产生了巨大分歧 在2019年5月的这一天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日本航去赫美军基地时 对着当地的驻日美军发表演讲 并且口出惊人的表示 美国在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因此如果再建一艘航母将换回蒸汽弹射 特朗普这一言论 顿时在美国掀起了一阵舆论风暴 美军等了70多年 终于让电磁弹射器上航母 现在美国总统又想让美国人改回去 一时间很多军事专家站出来攻击特朗普不懂军事 不过有分析认为 特朗普这么说的最主要目的 还是为了向承包商压架 据获悉 福特号因为安装电磁弹射器 其成本相比蒸汽弹射器超至了9.5亿美元 这基本上是两艘冰海战斗机的造价了 还有分析认为 那是因为美国人看到中国在新航母上准备使用电磁弹射器 有意来对电磁弹射器进行贬低以迷惑对手 不过当时特朗普说要放弃电磁弹射器还是有一定敌气的 因为电磁弹射器在福特号航母上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 福特号航母作为美军历史上最昂贵的航母 一艘造价达到130亿美元 在2017年正式入役 然而入役到今天 这艘航母依旧未能部署 还在不断测试 而其中 电磁弹射器频繁的故障 便是福特号航母还未能形成合格战斗力的重要原因 在最初海事的时候 福特号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进行 因为扩载而停止工作 稳定性达不到要求 即使到了今年5月 这艘航母在测试时 美国媒体表示 福特号航母的舰载机单日出行价次 仅能达到上一级尼米兹级航母的三分之一 要知道 美国海军之所以要给福特号航母安装电磁弹射器 是希望福特号航母舰载机出行率超过尼米兹级的一半 现在看来出行率也完全不合格 但如今电磁弹射器在福特号航母上的表现 是不是正好说明 电磁弹射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用呢 特朗普其实是给中国人提个醒呢 如果是这个目的的话 只能说可惜中国人没上当 其实前面提到 马伟明院士说过 电磁弹射的可靠性 效率和成本等各项指标 是要高于蒸汽弹射的 但为何在美国人那儿正好相反呢 马伟明曾指出 美国的关键技术没有过关 便让电磁弹射器草草装件 由此导致毛病丛生 这其实不是电磁弹射器本身的问题 而是电力系统的问题 因为中美航母虽然都是用电磁弹射 却采用不同的电力动力系统 目前美国海军用的还是舰载中压交流技术 其稳定性一直都有不足 尤其是给电磁弹射器这种 瞬间大功率的装备提高能量 经常会过载 而由马伟明团队研发的 舰载中压直流技术 却解决了这个问题 外界认为 中国的舰载中压直流技术 要比美国先进至少十年 并且能让常规动力的航母 也能用上电磁弹射器 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性能 也有着大幅度提升 这是美国求了70多年 也没求来的技术 如今却被中国掌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